从行政申诉到两起司法诉讼 今天确定我三案全胜 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开始公开抗议到现在 这三年来这么的辛苦 我要谢谢这些冷嘲热讽 他让我经历性骚扰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是多么的艰辛 作为一位立法委员 我要把这样的一个经验 转化成修法的动力 我会努力在立法院里面 将我们不友善的性骚扰的申诉的制度 性骚扰相关的法律 在他提出控诉的时候 遭受到四面八方的时宜 无论是用政治操弄 或者是用一个他还在微笑 然后他似乎在演作秀等等 还当然包括行为人对他的善效 从这边看得到被害者到底要该多勇敢 法律即便在这里了 然后来这样子质疑他跟攻击他 出来这个申诉还会受到大家的非议 那其实就是代表我国从来没有走出 过去以性道德框架来检视女性的这个时代 过去性侵害的罪在刑法里面是放在防害风化罪章 就讲说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性秩序道德文化受到破坏 那是在民国89年妇女运动 就是我们的前辈应该也包含这个范云教授 旁边的这位赖律师 才改成性自主罪章 意思是说不要用性道德的框架来检视女性了 是她的性自主权 是她的工作权 是她的人格权 是她的就学的权益 受到侵害 是她的制装 导致 Massar ET